天安中 必有荒民向一人照照 因为他赋予人爱 慈悲和功法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平和心平同在 大家平安 全国平安 罗王说 有三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第一个是水 第二个是血 第三个是圣神 那这三个罗王说是一致 那他们的意志性在哪里呢 这三样就是给我们生命 水 给我们生命 血也一样 圣神也是一样 生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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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垂炼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上主求你垂炼,基督求你垂炼,上主求你垂炼,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你能借奇异的星光,造势世人,救主已经诞生,求你尝试我们常能群想他降生救世的奥基,因而日益深入的了解。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其圣神永生永旺。 阿们。 公读圣若望,宗徒一书 亲爱的诸位,战胜了世界的是谁呢?不就算那信耶稣是天主子的人吗? 这位就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耶稣基督。 他不但用水,而且也用水和血,有圣神作证,因为圣神是真理。 原来作证的有三个,就是圣神,水和血,这三个是一致的。 我们既然接受人的证据,天主的证据更有利,因为天主的证据就是他为他的子作证。 信天主的,在自己内就有这证据。 不信天主的,就是以天主为撒谎的,因为他不信天主为他的子所作的证。 这证据就是天主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这生命就在他的子内。 凡有天主子的,就有生命。 没有天主子的,就没有生命。 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这些信天主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已得到了永生。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耶路撒冷,你要赞颂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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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雍,你要赞颂你的天主。 因为他巩固了你的城门,降伏了在你中间的子女。 耶路撒冷,你要赞颂上主。 他使你的四境平安,让你保享上好的脉面。 他向大地发出了自己的玉子。 他的圣旨,即刻迅速传递。 耶路撒冷,你要赞颂上主。 他将自己的旨意,小遇了雅各。 把自己的戒律,启示了给以色列。 他从没有这样恩待过任何国家。 也从未向他们宣示过自己的律法。 耶路撒冷,你要赞颂上主。 杨主、杨 common主、 stemmen主、 halillui, halillui.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基督被传于义民 愿光荣归于你 基督见信于普世 愿光荣归于你 赞美主 赞美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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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有一次耶稣在一座城里 突然有一个全身长麻风病的人 看见耶稣就副手之力 求他说 主啊 你若愿意就能解禁我 耶稣神手摸他说 我愿意你解禁了吧 他身上的麻风病立刻就消除了 耶稣祝福他不要告诉别人 并且说 你只要去让司机检验你 为了你的捷径 献上美色所规定的 给他们当作证据 耶稣的名声更传扬开来 有许多人聚集来 要听他讲道 求他治病 耶稣却退到黄月中去祈祷 上主的圣言 基督徒我能赞美你 大家平安 圣语111 111 给我们非常非常深的安慰 黑暗中 在黑暗中必有光明 这就是刚才我们经常用 刚才我们所念的 在黑暗中必有光明 有一个同学在学校 这个同学我们给他一个名字 小明吧 小明 他在学校 但是因为他的外表 因为他的外相 所以常常被其他的同学排斥 被欺负 就说他是一体 他是外星人 所以每次被其他的同学 同学这样的对待他的时候 他能做的只是掉眼泪 有一天他也是非常的痛苦难过 在校园 学校外面的那个花园 他就哭了 哭了 那在学校在花园 工作的一个园丁看到他 以后就问了他跟这个园丁讲的 那这人就跟他讲说 我有三个秘诀 如果你按照这个秘诀你去做的话 你就会变成全校的最漂亮的一个 他就一听到这个 他真的很想要改变他的命 他就问是怎么样的秘诀 说第一 你每天要带着微笑 一定随时随刻带着微笑 第二 你无论遇到谁 你的同学 你的老师 或是其他的陌生人 你应该主动的 照顾他们 带着微笑 照顾他们 以后第三 你看到有一些人需要帮忙的 你也要用心的去帮忙 如果你能做这三样 你就在学校里成为最漂亮的一个 所以他一听到这个 他真的很想要改他的命 改变他的命 他真的是去做 到最后 很多很多的同学就开始在他身边 跟他做朋友 那虽然他的外表可能还是一样 但是是因为是这样的 他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他身边了 不会被其他的同学怎么样的欺负他了 在黑暗中必有光明 在今天的福音我们所听到的 是一个人 一个麻风病 那这个麻风病等于说 这个人是生活在黑暗中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麻风病人 他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离开群体生活 应该是他的头是带着什么 那个长的衣服要盖住他的头 要远远的 如果听到有人靠近 他应该说什么呢 要喊叫说 不解 不解 你们不要靠近 就说知道了所以不解 这些人应该是避免往这生意的方向去 但是今天这个人犯法了 犯规了 按照他们的那个法律 就是他应该是离开全体生活 今天他就来到全体生活里 来到耶稣跟前 那我们知道耶稣到处走 不只是他一个人走 至少有十二个门徒 那除了这十二个门徒 也很多很多其他的人也跟随耶稣 所以这个马封兵人他犯规 他就来到那个人自己比较多的地方 那在场的也很奇怪 这些人他们一看到他来的 他们也没有跑 他们也没有说我们拿石头把他砸了 是因为他犯规了 没有 他们也是因为是耶稣也没有这么做 他们也没有拒绝这个人 他来到耶稣跟前 求他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让我解禁 耶稣就说我愿意 你解禁吧 他就解禁了 所以这个人他也应该说 他过的生活是在痛苦当中 在黑暗当中过他的生活 但是在那一刻他看到一个光明 光明已经来临了 所以他就来到耶稣跟前 要脱离他这样的痛苦的生活 这个是这个麻风病人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也相信 有我们自己的痛苦 也有我们自己的黑暗 但是我们相信 在黑暗中 必有光明 我们就不要放弃 我们相信有一天 我们会脱离我们的黑暗 走向光明 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医生 他会神手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脱离黑暗 现在让我们一起 把我们的祈祷 一项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知道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圣从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 为全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 我们决意 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想把圣母马利亚 其父圣人圣女的皇家 从转至我们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愿祝你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 配赐其恩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一切信友和信友 求祝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祝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祝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祝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称箭 超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上为共受福利的 阿们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进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担救我们免以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主耶稣 世上明远 我主耶稣 是火水卷凡和的水 主成名所谷 永远在不可 难道永远在不可 真正永远在不可 难道永远在不可 真正永远在不可 反了热水 诸曾宁说道 永远再无可